美食 大家好 我是欧琳 我來自台灣 我的創作題材大多數是來自於我家鄉的一些民俗活動 創作漫畫這件事情對我來說的主要的生活面的影響 是在於強迫自己要多跟人有更深入的接觸 在非常短暫的時間內 我想要畫的故事是在澎湖接觸到的幾位大概30歲左右的年輕人 他們就是有在那邊學鬍子或是學宮廟彩繪 甚至是做一些文史紀錄的人 他們並不只是就是比如說學一個手藝 或者是單純的我只想要把它記錄下來 他們看的東西是他們想要關注的是那個變化的過程 最大的困難會在於我其實會很猶豫我要講什麼東西 比如說我覺得有一些內容可能偏向是個人的隱私 那我能夠講到什麼程度會同時不傷害到人 我覺得這部分對我來說是最困難的 從你感覺到最有感觸就是你的那些在你生活中的刺點吧 就是找那些題材去畫 會就是比較接近你自己 然後那個創作的動力才有辦法一直持續下去 坐下 我带了欧零 我带了欧零 我带了欧零